頭型問題會讓你很緊張 你幫你怎麼 啊沒有 私底下我還真的沒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還蠻幸運的 對 然後 喜歡好老婆 對對是真的 然後這個真的沒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對她從來都不出 因為她就是你講什麼我都接受 哦 對對對因為 因為我有時候老人家會有比較多的要求 但是我太太多接受 就沒有問題 不論嫁了一個全台灣這麼帥 老公我也什麼東西 其實不會啊 就是因為我媽媽是手藝很好的婆婆 所以她會 她有時候就是 就是媳婦也在做菜 但她會覺得這個口味其實可以更好 頂多這方面而已 家裡是還好 因為上次才聊到 我太太也是射手做的 然後小禎也是射手做的 那我覺得處理這個婆媳問題 裝傻就是一門藝術 有些時候就是說 因為長輩的要求 跟現在一般年輕人想法不見得怎麼樣 那就是我們可以把我們聽到的長輩的話 轉換成另外一個方式去跟假設去跟太太說 我的意思是這樣 那所謂裝傻就是說 可能媽媽講什麼講什麼 好我們先答應了長輩 所以至少不要馬上去做反復 這也是另一種裝傻 那重點是把這個結果給完成了 過程看自己 對 過程看自己 把這個結果完成 至少你讓家裡的爸爸媽媽覺得說 這個兒子有把話聽進去 然後假設隔天他在家裡的時候 該做的事情也做了 即便是我做的 假設 有完成的 所以我說裝傻是個藝術 因為是人設的關係 然後我一個朋友是一個雕刻家 他就說這是蕭男 他就說他就送我這個 我覺得每個人讓我覺得 很快的進入裝傻很熟悉 我覺得不會陌生 不會覺得有距離感 當時我進來的時候 跟副總在辦公室談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點陌生 但是這種 很快就沒了 我覺得 就是怕說回來的時候 角色方面我沒有辦法 讓他覺得詮釋得很好 或者說沒辦法發揮得很好的話就明白 大家聊聊完以後 然後跟所有的朋友見到面 我覺得完全是很安心的一件事情 完全沒有壓力 然後我就覺得就可以盡情的發揮